兄弟們 現在我來了另外一家收容所吃飯 就是在上一個收容所沒吃飽啊 這是另外一家收容所的補派啊兄弟們 你們可以從哪個國家來的嗎 日本 再一次嗎 韓國 呃... T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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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中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八九 又來到每個月一集的粉紅尷尬秀 今天帶來七部尷尬的影片 跟大家分享 事不宜遲 馬上帶大家來看第一部 逃學威榮 在中國上學啊 跟出國一樣啊 你每進去這個學校就是去了一個新的國家 所以你都要過這個海關的安檢 這兩部影片分別是石家莊精英中學 以及廣州真誠一宗的設備 搞笑吧 粉紅之前還在取笑美國一些學校 也有這種安檢措施對吧 結果現在輪到你們自己也如此 而且要知道一個前提喔 美國的一些州是可以合法擁槍的 所以美國的一些校園啊 會出台這種過安檢 我覺得非常正常對吧 但我想問一下 貴國可以合法用槍嗎? 貴國連改裝一個玩具槍 BB彈都可以被判刑五到十年了 那為什麼 在如此安全自豪的中國 做捷運 去學校都要過海關一樣安檢呢? 大家如果有看我日更的影片就會知道 我常常分享過啊 中國平均幾天一所學校就出現S人的事情 如果你在微博上沒看到看不見 沒關係 你去推特上看真的很多耶 不僅中國的一些學校推行的這個 出國的安檢制度之外啊 在9月28日中國23家國企 成立了什麼?人民武裝部 像是這張啊 上海城投集團就成立了人民武裝部 是由解放軍直接管理的 這就是合法的民兵嘛 我真的會笑死耶 那這些民兵我問一下粉紅啊 是來收復台灣的呢? 打倒日本打倒美國的 還是對內維穩打中國人的? 我相信你們自己心裡非常明白啊 這個人民武裝部在1950年代就存在了 到1990年代陸續停辦 那直到最近聖上上台又開始流行起來了 所以我們從歷史的脈絡來看 1950到1990 這中間中國發生了什麼事情 需要這個人民武裝部 大家應該都心知肚明吧 總之就是動亂或經濟不好的年代了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 為什麼90年代之後 陸續減少或是甚至停辦 因為中國開始經濟改革開放 走向繁榮 尤其在2000年之後 加入了這個世界貿易組織 所以不需要再遊這種武裝部了 但為什麼現在又需要了呢? 走回頭路了嗎? 這個我們講過恩變的事情 小粉紅還不承認 那接下來帶大家來看第二部影片 為什麼大多數的國家對中國不免簽呢? 有一個詞語叫做中國影響力 之前給我們免簽的國家應該都體會過吧 什麼叫中國影響力? 墨西哥曾經對我們免簽過 結果墨西哥成為了走向美國最大的重戰戰 時至今日呢 你要去申請墨西哥的簽證 難度不亞於直接申請美國簽證 匈牙利對我們也免簽過 然後就發現很多人迅速的在匈牙利扎根 給當地的物價、治安、交通、房價 甚至糧食的供應造成很大的壓力 最後我們沒有辦法 只能取消免簽政策 這也許是為什麼 很多國家對我們免簽的一個最主要的東西 對嘛你就知道嘛 經濟差距太大 政治太動亂的國家 通常啊 以開發國家不會給你太多免簽 為什麼? 他怕你的人都移民過來啦 然後你的人可能又接受了這個 極權的價值觀你過來會很麻煩嘛 我真的覺得很搞笑 他把這種中國負面的影響力 當作是正能量 中國人口大量外移 去泰國拿永居或是 超過免簽自留的時間 打黑工 你把這種繁衍說成是正能量的影響力 難道我也可以說 紅火椅入侵啊 福壽羅入侵啊 是正能量的事情啊 那試圖想阻止紅火椅跟福壽羅 去侵占原生物種的生活環境的人啊 通通都是怂包 就是怕我們中國偉大復興 怕我們福壽羅大軍啊 佔領權之間你們怕了 我跟你說啊 即便沒有免簽啊 你們走線偷渡或是 自產移民去美國的 還是一大堆啊 而是越來越多了 前幾個月跟你們建立新邦交的 南美洲國家 不是給你們免簽嗎 結果一對中國人 買機票就可以直接去當地 走線偷渡到美國了 直接縮短的中國人走線 辦理簽證的時間啊 非常的優秀 好 接下來帶來給大家的影片啊 或許可以解釋 為什麼很多國家不給中國免簽 這部影片叫做邪惡美麗堅 我們來看一下 兄弟們現在我來了另外一家 收容所吃飯啊 就是換著吃啊 就相當於就是換個口味嘛 然後剛才我吃了一份 在上一個收容所沒吃飽啊 咱們換一個接著吃啊 兄弟們 給你們看一下啊 兄弟們 好吧就這樣 兄弟們領到了啊 這是另外一家收容所的午飯啊 兄弟們 兩塊肉餅 哇 然後這個一塊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不知道是雞腿還是雞胸肉啊 不知道 而且是 應該是炒的吧 上面還有醬汁啊 然後一個香蕉啊 你們感覺怎麼樣 你們看到了嗎 他可能是走線 或是非凡打工的中國人 反正他在美國滯留 他反而仰賴美國政府給的福利 吃了兩頓的免費餐 其實我上次去美國 我可以發現美國的福利其實是很好的 包括這個午餐費免 還有一些學校的學費也都是免的 所以 你看 即便連偷渡的人 沒有身份的人都可以 到美國當地 一起享有 美國納稅人的福利待遇 那你說其他 在免簽過來 那些窮人在過來 那怎麼辦 沒有財力證明 全部都來美國 拖垮美國啦 拖垮已開發國家 所以不給你免簽 是因為你太窮了 懂不懂 所以不是我在說而已啊 接著繼續帶大家看下一部 南京 南京 日本人就要來了 老師 也要去前線 老師 你有巨碼啊 老師 哇 你們中國的領導就很喜歡看這種巨碼 我也不知道在幹嘛 不是我在說而已 你們看連後面的學生 都憋不住 都要笑死啦 2023年了 還在抗日 那我看法國現在應該也要抗英啦 因為14世紀的英法百年戰爭 打得比二戰還久對不對 所以勿忘國恥 現在法國學生 一樣啊 在講台上要上演什麼 聖女貞德 抗英啊 貞德啊 貞德啊 別走 貞德 貞德要去抗英啦 埃及也要抗希拉跟義大利對不對 因為以前亞利三大跟羅馬帝國都佔領過埃及啊 還統治過埃及好久耶 真的是笑爛耶 除非啊 日本對你們的侵略是 現在進行式 不然一切都是愛黨愛國的洗腦教育而已啊 舔共台灣人趕快讓你小孩變這樣啊 因為你不是想讓台灣跟中國統一嗎 趕快讓你小孩也去演這一齣給我們看吧 接下來帶大家來看一下 精靈 13X 唉 我天哪 大家知道他們在幹嘛 他們在放生 礦泉水 你說把淡水魚放到海水 把鹹水魚放到河流 這種錯誤就算了 你給我放生水 我問號耶 是裡面的草鋁蟲還是什麼水 水熊蟲之類的微生物要放生嗎 我建議你下次放生什麼啦 泥土啦 空氣啦 陽光啦 對不對 我把中國的陽光弄禁止反射 放生到美國 我跟你講不用一秒啦 那個光線直接照到美國 我只能說全世界都是中國的 只要中國的水 沙 空氣 光流向了世界各地 代表這些地方都被中國佔領 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 我的天哪 繼續帶大家來看一下粉紅的中國夢 粉紅的中國夢 你們可以在哪個國家嗎 日本再一次嗎 日本 韓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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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打爆票 能答對正確的不出兩成 不然我隨便秀幾張 這個歐洲的傳統服飾啦 你直接拿去街上問 一定很少人能答出來 這俄羅斯的 我們來看下一張 下一張是什麼 這張是荷蘭的 來這張 意大利的 這張 法國的 這張 我相信多數人 應該只會對這張 蘇格蘭英國的 我們還可以看到 整個大斯拉夫 附近各個不同的國家的 傳統服飾又不一樣 你拿這些去問 不要說中國人啦 亞洲人也沒有幾個人 答得出來 所以 你拿這個所謂的 中國的漢服 去問歐洲的人 人家答不出來也很正常啊 你懂我意思嗎 難道歐洲各國民族 要穿這個傳統服飾 跑去中國說 哦 你看我穿的這是什麼 你猜啊 然後別人猜出來說 不不不 我是什麼保加利亞的 我跟你賭 中國人肯定會說 夠逼是啦 你是不是西方間諜啊 我要舉報你 中國漢服才是最牛逼的 你在中國領土 就必須得穿 中國的漢服 對吧 這你們常講的話 而且你們也常做 太棒了 接下來來看第六部 鴉片戰爭 他說上面這個意思是 有洗過了 所以他直接拿過來煮 所以裡面很多沙子泥土的嗎 但是他上面包裝的英文意思是 沒有清洗過的 所以呢 你買回來先拿去清洗啊 而且你看他的點讚 3.9萬 轉發5.1 你就知道有多少人看過 實在是太丟臉了 你看中國各地 尤其是這三年啦 大搞去英文教育 趕快回中國 放生水就好了啦 英文不好就算了 你起碼去Google翻譯一下嘛 不然你穿漢服 去賣你的商店 大鬧一場 是不是其實咱們中國人啊 欺騙我不懂英文是吧 辱華 上個中華民族感情 反正你們愛國留學生 也常幹這種事情對吧 最後一部啊 給大家暖暖心 就不點評了哈 哎呀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巴奧小姐姐啦 掰